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要想详细的理解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得了解玉让这个人 我先说说玉让这个人 玉让呢是他是战国时代的晋国人 晋人 晋国人 他是战国时代 那么呢他原先呢 为晋的大臣范氏和这个范氏 还有这个中行氏的家臣 那么呢赵检子呢 就把范氏和中行氏给灭掉了 灭掉之后呢 等于说他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呢 他这个时候呢 玉让投奔了谁呢 玉让在这个时候就投奔了智博 也就是他做了智博的这个谋士 投奔了他 投奔了智博 那么呢 后来这个赵襄子 赵襄子呢 就把智博给杀了 就是把他的主人给杀了 那么玉让这个时候就逃跑啊 就跑到山中 改换性命 然后历世呢 一定要为他的主人报仇 然后就充当刺客 那么第一次就去行刺这个赵襄子 那么呢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呢 怕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 就用那个漆啊 那个当然不是油漆啊 是古代的那个漆啊 做漆漆的漆啊 把身上全部涂涂 然后把皮肤呢 全部弄烂掉 然后呢 让身上生了很多的赖疮啊 然后还把那个火热的那个炭呢 把它吞下去 然后为了把那个喉咙啊 给烧坏 烧坏之后 他声音呢 就沙哑了 然后就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形状 有着像今天的这个易容术啊 易容术 就是把自己的模样改变一下 但是他这个太残忍了 用生漆涂身 然后让皮肤生赖疮 然后还要吞下那个木炭的块 然后把喉咙烧坏啊 所以改变成了 这次呢 第二次又去行刺这个赵箱子 然后就还没有 还没有刺杀 还没有成功 后来呢 被捕了啊 被这个赵箱子抓住了 抓住之后呢 还没有来得及杀他 然后他自己呢 就自杀了啊 自杀了 所以遇让是一个 在历史上我们被称为就是 是个刺客 那么包括后来那个司马迁 写史记的时候呢 在史记当中也记载了遇让的事迹 但是呢 他把它归入了刺客列传 也就是一个行刺 没有成功的一个刺客 但是他行刺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主人报仇 非常的忠心啊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时过很多年以后 明朝的方孝儒 是如何评价这个遇让这个刺客的啊 我们来看文章 先看第一句 是君子 立身是主 记名之计 则当竭尽智谋 忠告善道 消患于未行 保治于未然 卑身权而主安 这句话是说 有道德的人呢 君子啊 然后呢 置身在世上 服侍君主啊 既然叫做知己啊 就应该尽自己的智谋 智慧和谋略 然后向君主呢 提出忠诚的劝杠 和更好的办法 更好的办法 然后在祸患呢 还没有成形的时候 就消除他 在国家秩序还没有破坏的时候呢 就去维护他 这个 使自己呢 得到保全 君主呢 得到安宁 得到安宁 这里边是讲到了这样的 一段话 一段话 然后接着 生为明臣 死为善鬼 垂光百世 照耀检测 死为眉眼 那么这样的话呢 活着呢 就是有很有生命的大臣 死后呢 就是上等的鬼神 荣耀呢 流传百代 光辉呢 照耀史册 这才认识那样 美好的事情啊 没有 这边有个检测 检测主要是指的书籍啊 这里主要指史册 因为古代的时候主要是用那个木片来写字的啊 木片来写字的 所以思维美也 这个 方笑如认为啊 这是很美的事情啊 这是美好的事情 苟欲知己 不能复 福威与畏乱之先 而乃捐取隐命与祭拜之后 调明孤欲 玄世炫俗 有君子观之 皆所不取也 那么如果遇到自己的知己 也就是遇到 千里马遇到伯乐了啊 不能在动乱之前帮助 帮助自己的主人啊 解除危难 却到了已经失败的时候 才牺牲自己的生命 骗取名誉 夸耀世俗 在君子看来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啊 那么从这一段话当中 我们从第一段就可以看出来 方笑如对 欲让的看法 他认为欲让啊 做的是不够好的 为什么呢 他不应该在 在主人失败了之后 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 而是应该在危难发生之前 就应该把这危难啊 给解决掉 这才是一个 这才是一个臣下啊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从第一段就可以看到啊 方笑如对这个人呢 是对这个欲让这个人呢 是持否定态度的啊 否定态度 这边有个词语叫 调名孤欲 这个是我们经常 孤呢就是买的意思啊 调呢就是骗取的意思啊 所以叫调名孤欲 又叫孤名调欲啊 孤名调欲 所以这两个词语呢 注意啊 好 这是他的观点 接着往下 盖常因而论之 欲让臣氏至伯 即赵湘子杀至伯 让为之报仇 声名烈烈 虽愚夫愚妇 莫不子 莫不子其为 忠臣义士也 因此啊 我就这样评论 欲让的事迹啊 欲让呢 他服侍至伯啊 在赵湘子杀了至伯之后 欲让替他报仇 因而呢 声名显赫 即使愚蠢的男女啊 普通的天下的男女啊 然后呢 也没有 没有不知道 他是忠臣义士 也就是 大家都知道 欲让是忠臣义士啊 他是为了自己 给主人报仇 他去当刺客的 乌乎 让臣死故忠于 惜乎处死之道 为忠者存烟 这话是说啊 哎 欲让的死呢 确实是表达忠诚了 可惜 他对待死的方法 还存在不忠的成分啊 就是稀乎 稀乎就是可惜 除死之道 有为忠者存烟 就是他的死法呀 还有一些不忠的成分 何也 为什么呢 观其七声吞探 为其有约 凡无所为 无所为 为者极难 将一窥天下后世之为 仁臣 而怀二心者也 那么呢 你且看他七声吞探 然后改变声貌和声音 形貌和声音 对他的朋友说了什么呢 我做的事情呢 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这将要使天下后代 怀有二心的臣子啊 感到什么呀 感到惭愧啊 感到惭愧 这他 这他临死之前呢 写的话 就是说他要将来做 天下臣子的榜样啊 为非忠可乎 呃 说他不忠可以吗 即观斩依三月 然后香子则疑 不死于忠行事 而独死于智伯 让应约 这句话有个 即观斩依啊 观斩依三月 这什么意思呢 带 看他呢 三次跳起来 用剑呢 斩断了这个 赵香子的衣服啊 赵香子则被他 不为忠行事而死 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 欲让回答 看他怎么回答 这句话的背景有点多啊 我们简单说一下 首先说的第一个 这个什么叫做 斩依三月 斩依三月 就是赵香子出外的时候呢 呃 欲让呢 就是在桥下埋伏啊 在一个大桥下埋伏 然后谋刺赵香子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被捕了 被捕之后呢 他见不到赵香子了 但是他捡到呢 赵香子的衣服了 然后他就拔起剑了 然后呢 呃 然后拔剑三月 护天机制 然后呢 才自杀了啊 然后才自杀了 也就是没有杀到真人嘛 只是呃 只是砍了砍赵香子的衣服啊 那么赵香子就责备他说 你怎么不为你的第一个 第一个主人 中行事去死呢 而为什么非要为智伯而去死呢 让应约 那么欲让就说了一段话啊 中行事以众人代我 我故以众人报之 智伯以国事代我 我故以国事报之 他回答的很清楚 他说呀 中行事这个人呢 把我当做什么的 普通人来 众人就是普通人来看待 所以我用普通人的行为来报答他 但是智伯这个人 把我当做国事来看待 就是地位很高的人来看 所以我就用国事的行为来报答他啊 那么这是欲让的想法啊 接着 因此而论 让有余汉语 那么就这方面来评论呢 欲让呢 就有不够之处了啊 不够之处了 好 接着往下看 断归之事 韩康 任章之事 未宪 未闻以国事代之也 而归也张也 力劝其主 从治伯之请 与之 与之地 以交其治 而肃其王也 这里边又举到了两个人物啊 那我们人物举的有点多啊 人物关系的理清楚 断归是一个大臣 他侍奉谁呢 侍奉韩康子 韩国的啊 任章呢 也是一个大臣 他是什么 未宪子啊 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那么第一句话 断归之事 韩康呢 因为 治伯这个人呢 曾经向韩 韩康子要地 就是治伯 就是平白无故的 就问韩国 那个韩国要地 那么韩康子呢 就不想给他 但是他的谋事 断归就说了 给他 因为给他之后呢 他会变得更加贪斗无厌 而且会向别人要 别人不肯呢 就一定会打仗 会动武 这样的话 我们韩式呢 就可以免除灾祸 然后在一旁 等着局势的变化 你像这件事情呢 都记录在 战国策这本书当中 战国策 赵策 讲赵国的事情 任章之 知事 韩魏 这个人讲到了任章 那么治伯呢 接着又向 向这个 魏宪子要地 魏宪子也不想给 但是他的谋事 叫任章说 他无缘无故的 向别人要地 临近的国家 一定会害怕 然后你就给他地 他会很骄傲的 骄傲的就会轻敌 而临近的国家 由于害怕 他就会联合起来 那么用联合的兵力 来对付一个轻敌的军队 治伯的命就不偿了 于是魏宪子也给他 这两件事 分别都是在战国策当中 第二个出现在魏策当中 好 知道这两件事之后 你就知道了 那么呢 你看段归 他服侍韩康子 任章服侍魏宪子 没有听说 韩康子 魏宪子 把他们当作国士看待 可是段归和任章 却竭力的帮助他们的主子 来答应治伯的要求 给治伯土地 来使治伯的意志骄傲 从而加速治伯的灭亡 人家 人家这也是一种报答 报答主人 是吧 还有这个 西兹之士治伯 以魏常以国事代言 而兹能查韩魏之情 以见治伯 虽不用其言 以致灭亡 而兹志志谋忠告 以无愧于心眼 在这边又讲到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人叫 习兹 习兹这个人 习兹呢 是人民 因为当时的治伯呢 率领韩魏的军队 来围困 赵晋阳时 赵国晋阳的时候 谋士 这个谋士 这个西兹呢 就从韩魏的 这个利害关系断言说 韩魏必定会造反的 然后劝这个治伯防备 但是呢 治伯不听 结果呢 被赵韩魏三家联合灭亡 然后掉了脑袋 掉了脑袋 那么方孝如写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看 人家西兹 这个西兹这个人呢 他也是这个治伯的手下 但是 虽然治伯不肯采纳他的意见 因而招致灭亡 可是他 已经献出了自己的治谋 对治伯 对自己的主人 已经进行忠告了 所以他在心里边 是没有惭愧的 是没有惭愧 这里边其实举了三个人 和这个豫让进行对比 进行对比 让既自为治伯 代于国事 以国事祭国之事也 那么的豫让呢 既然自认为治伯呢 把他当作国事看待了 国事是什么人呢 是拯救国家的人呢 祭国之事 当伯请帝无厌之日 众欲荒暴之时 为让者正义成立就烈 纯纯然而告之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当治伯贪得无厌 当你的主人贪得无厌的向别国呀 所取土地的时候 放纵私欲 荒淫暴虐的时候 作为你遇让啊 你应该贡献财力 尽到臣子的责任 应该反复的劝告 劝告什么呢 祖侯大夫 明安分地 无相倾夺 古之志也 今无故而取缔于人 人不语 而五之奋心必生 与之则五之交心已起 奋必争 争必败 交必奥 奥必亡 那么应该怎么劝他呢 应该劝他说 祖侯大夫啊 然后要各安于自己的封地 不要相互的争夺 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制度 现在呢 我们无缘无故的 向人家要求土地 人家不给我 我必定会产生愤恨心 如果给了我 必然会引起骄傲心 愤恨了 一定会斗争 斗争呢 便会失败 交了以后呢 会傲 傲了一定会亡国 一定会亡国 就是说 欲让应该像自己的主人呢 讲这一番道理 纯切肯告 见不从 再见之 再见不从 三见之 三见不从 以其伏见之死 死于逝日 那么应该这种建议呢 肯 呃 诚恳真挚 劝见一次不听呢 就再劝他 再劝见不听呢 就第三次劝见他 三次不听呢 就把自己的自杀的时间 移动下 提前就死在这一天啊 就是死在这个 呃 这个对他这个 见 就是近见的路上 所以他这里边 就是还是希望是吧 要一定要见 一定要见 好 接着我们来看啊 伯 虽 完明不灵 敢其志诚 俗其父物 和韩魏 是赵伟 保全至宗 守其祭祀 守其祭祀 那么呢 智伯呢 虽然愚昧无知啊 也会被欲望 也会被欲让的 这种诚意所感动 或许可以觉悟 然后跟 跟韩魏和好 解除对赵氏的围困 保全至室的宗庙 守住他的祭祀 若然则让 虽死忧生也 岂不胜于 展一而死乎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欲让虽然死了 但是他还像活着一样 难道不比展一而死 更好吗 这样的结果 让于此时 曾无异于开悟主心 使波子 威望 由悦人 使寝人之 肥己也 那么欲让在这个时候呢 却不曾说一句话 去开导自己的主人 看着智博的灭亡 就像越国人 看着寝国人的胖兽一样 毫无关系 叫做袖手旁观 坐待成败 国事之暴 承若似乎 也就是袖着双手 站在一旁观看 坐等着他的失败 国事的报答 何曾是这样 所以这一段 这句话 其实就是对 欲让最核心的批评 就是说你 你做事情 应该做在前面 你这叫袖手旁观 国事之暴 承若似乎 智博既死 而乃不胜血气之性性 甘自负于刺客之流 何足道哉 然后那个智博已经死了 他的主人已经死了 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 情愿把自己归到刺客一类 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事而论 欲让固不足以当以 那么 这个 虽然这样拿国事来说呢 欲让固然不够资格了 也就是他不够资格 当这个国事的 比朝为仇敌 慕为君臣 这个这话的意思是讲 那么 那些 但是那些早晨还是敌人 晚上就成了君臣的人 这个 天然而自得者 又让 又让之罪人也 义 那么 舔呢 舔是指的是 厚着脸皮子的样子 就是那些 早晨是仇敌 晚上就成了君臣 厚着脸皮子 自以为得意的人 又是欲让的什么呀 罪人了 义 就是感叹一下 爱的意思 所以从整个这一篇来讲 写的稍微有点长 文章的通过 对欲让这个人的评论 说明了呢 真正的这样的忠诚劣势 应该是具有 政治的远见性的 要敢欲犯言直见 防患于未然 而不能在祸患发生之后呢 凭自己的血气之勇 孤名钓鱼 所以整篇文章呢 说理非常的透彻 评论呢 也非常有分寸啊 而且呢 自己的见解 特别的到位啊 特别的到位 表达的很到位 这是整个这一篇文章啊 希望大家下期以后能够多看几遍啊 好 谢谢大家